台灣知名動漫創作者王登玉 從小就非常喜歡漫畫家裡有大量的收藏 這樣一個豐富有趣的人 他的創作背景到底是什麼 他的眼光又是怎麼看在這個世界呢 讓我們一起來一探究竟 以指導歌手雷光夏音樂MV造字的人 製作電影《胸男孩動畫》 為人所熟悉的動漫藝術家王登玉 從小就喜歡漫畫創作 我國小畢業 那個暑假 就是因為看了松本林寺的漫畫 應該是鐵道919 鐵道919 漫畫 這漫畫怎麼那麼棒 我想要變成這種人這樣 其實小時候就是看那個小叮噹 乖伊勤博士啊 其實我們好像那一代的人都是大概看那些 後來就是 因為也看電視卡中能向往動畫工作 後來就是在動畫公司 從2008年起 還是還是受到我喜歡那些漫畫的影響 因為大部分都有一種悲劇的傾向 這樣子 那是陰暗是因為我本身畫東西也比較喜歡重一點的顏色或是說明暗面 那你說葉的事變 那你說葉的事變 葉的事變其實我是 因為有 大概是在 講一些白色恐怖的 那個 的故事 這製作品 更被導演王小弟 改編成 閱讀時光短片 《大象》 讓人對他的創作世界 充滿好奇與嚮往 其實他最早只是我在桌上寫的一行字就是 電器節然後的什麼什麼 亂七八糟的東西 然後想說欸那 也許他變成一個 系列性故事好像蠻好的 就其實是從 編名開始 發想 然後一樣也是用那個收集素材的方式 就想到很多點子 通通把它集合在一起的時候 後來發現就是 這真的可以變成一個系列 然後就陸陸續續其實寫了很多年 才寫了十四篇嘛 我最初開始寫文字 是因為想要寫漫畫的劇本 就是漫畫的故事啦 那只是後來慢慢的 寫到越來越覺得好像完整度 很高了 然後就覺得好像想講的事情都講完了 然後也懶得再去把它畫一次 就覺得說 那就直接用小說的形式 來呈現就好了 如果大家看看 也許會很快 然後再說 你會不會有餘的 但是我會想要做 然後再說 你會不會有餘的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你會不會有餘的